大家好,继续回到我们即场教老知有问必答的环节 仍然都要呼吁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 好,欢迎随时打电话来 我们电话热线是204-6566 又或者继续发电邮给我们 Ranfi,不如跟你谈一只移动股 就是1036南联地产 这次来说,股价都好像坐过山车 你看到一只大洋竹 都很少见的 这一刻就升42%,去到13.42 今天都曾经高位见过就是15.2 最主要都收到相关消息 说到内地龙头的内房股方面 就慢货,想有个注资计划去到南联地产 但相关消息仍未落实 但似乎都真的十拿九韵 都问下你意见 为什么不直接在内地进行一些活动 反而要透过香港的公司 而是否方便一些可以集资的活动 的确是 几件事先说 始终见到南联这几天都蛮异动 升势非常强劲 如果从早上开始计算 大概五个多 今天至到大概15元这边 其实都差不多升了十两三倍 所以整体计算 炒的因素完全炒到万科方面 入股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南联这股份 自从6月左右开始 和万科是挂钩的 某程度上 又当时万科 向永泰方面 收购了相关南联的股权 必须上来说 有点令大家憧憬 南联本身 下来就是地产 但本身在业务上去看 其实可以说是比较少的 相对来说 可以说 简单来说 比较干净 类似是一间空壳公司 所以变相大家这一刻看到 透过这样收购南联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到 可能冲击着 万科会将资产 或者将业务上的东西 注入这间公司 令他们有个发展 甚至你都见到 其实这一点 是万科 照少借学 去到走出去的第一步 大家都知道万科在国内 就在一个龙头位置 但本身 就在国内 无论有个上市活动 但香港就没有上市 但可能大好主席的问到 为什么万科要透过这个举动 去到入股或者借学 反而不直接来香港上市好 或者在国内 去到 雜资发债 做其他发展好等等 几样东西要选择 因为始终一来 现阶段 大家都知道 市况都比较波动 我觉得如果以这个 层面上看 这一刻做过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上市 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反而来说 反而不是太易烈 就反而更加负面 而且以来 亦都见得到 如果以国内内房股来计 其实都跟相关的其他公司的管理层 联络过 其实有问过这一点 为什么不透过 好像在国内做一个 叫做发债的举动 去融资 反而可能借这个 借南联来做相关的融资活动 因为以国内来计 内地股市 就不是太鼓励了 其实相关内房企业 是做发债券的举动 虽然来说 一来发不了债券 二来 如果国内要做融资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所以变成可以透过去银行 借钱 或者相关和其他内房企业 合资 去做合作 但是这些 其实以晚科层面上看 其实可能在影阶段 都不是太想的 所以变成他们也想 借着入股南联去做这件事 可以起码有个多安公司 在香港股票市场 可能可以做 例如发票据 发债 甚至融资等相关都容易做一点 所以这一点 是大家见到它的目的 而另一点 最主要近期炒上来的原因 始终有些旧事重提 因为晚科总裁 其实在前几天也有些重新说过 就希望借晚科做个事业平台 令到它走出海外第一步 所以变成大家这一刻 充竟着来的晚科 短期里面 可能都有些动作 会将资产注入南联道 形成南联这一刻 已经未创上线 所以最主要这几阵 省比较多 或者看得到好的东西 最主要是这个因素 简单来说 南联就被晚科看中 希望在香港发展一些业务 股价方面 其实已经升到 你看到它的低位 和现在的现价来说 差不多三倍 投资者应不应该终进去 这样说 始终这件事 刚才说到比较简单化 或者容易去看 但从无论股权架构 或者股价上看 其实我觉得仍然是比较复杂 所以变成这刻 短时间才说到的 升了两至三倍的时候 现在没有货 还能不能追 怎么问 或者怎么说 我都不太建议 因为风险上 我觉得比较高 虽然这两天升上来 是有成交配合的 或者是有支持的 但如果在现阶段 我觉得只是适合一些 在低位留货的朋友 继续持续持续 但是现阶段都没有去追 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不要去追 因为这些二三线股 虽然背景 或者概念上 炒着一个 龙头注资的概念是比较好 但是也不排除随时 一两下落空 或者炒完之后 其实带来那一刻都比较急 所以我整理来计 现阶段真的不要追 反而有货的 稍微拿着 先看看现在12元留上 林盟阁继续持续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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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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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考虑到获利利益离场 始终1036来说 还有很多未知知数 管理层方面等等 很多东西都未出 如果真的盲中中 始终有个风险在 之后都转转话题 讲完这种1036 不如看看出了业绩的TCL多媒体 编号1070 业绩方面都不错 中期纯利增加2.3倍 去到4.3亿 亦有派过中期息 就是10仙 我们看到他们截至6月底 上半年的营业额方面 163.8亿 按年增长接近25% 无利益也是增加接近35% 去到27.74亿 录得纯利方面 就是4.34亿元 增长有2.3倍 都不错 又派息 你又怎样看这份业绩? 的确TCL多媒体业绩 可以说是非常好 甚至自己之前 一向都看得比较理想 曾经都推荐过 如果说到业绩来说 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好 之前大家都忘记有一阵 其实TCL多媒体业绩比较多 当中这个跌的因素 大家看到 特别是过去月份来算 相关过去的海外业务占比 海外业务局 即是销售 之前是录得非常强烈升风 但是前一个月 突然跌得比较厉害 正前来说 大家本身开始有点忧虑 令到那几下股价跌得比较急 但是到今次业绩回来 又是另一回事 因为看到了 其实那些是单个月份的一个表现 参差一点 但是整体计仍然强劲 甚至来说 那几下完全因为 之前大家和海外方面 特别是一些国际城市大同底下 之前个月买多了电视 特别是下个月卖少了 这些是小小的一个 跌倒下来 但是看回整体的销售计 特别当中LCD电视的销售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 如果你以半年计 就是增长了六成 到650万台 其实更加来说 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地方 除了增长比较明显之外 更加是销售情况 甚至销售的目标 其实是有漲步上调的 原本今年年初 相关管理层 定整体LCD电视销售 1380万台 但是在这一刻 刚刚所说的 近650万台 其实已经差不多一半 所以到月中 即年中 已经到一半的时候 更何况下半年看 即是秋月份开始 其实有特别的 叫做补调计划 大家都知道 国内有些补调计划出来了 所以下半年 会觉得那个销售 应该是增加之理想 所以变成这样看 相关管理层 昨天再重新 上调了全年的目标 就是去到1520万台 增长差不多 挡近百多二百万台 这一点 令大家做一步鼓舞 也记得到 他们的看法上看 是更加之乐观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不断说的就是 七月份开始的 补调计划 其实对TCL有几大益处 特别当中的 补调计划 就是智能家电 但看回TCL当中的 LCD电视里面 计算 特别LED 是相当比较智能一点的 而这个LED电视 其实占它 整体LCD电视的占比 一直说是七成几八成 所以你可想要知道 它接受的补贴的因素 其实是挺大的 所以整体加加慢买 无论业绩上好 或者来往后的憧憬也好 其实是看得比较乐观的 所以你记得到 股价 特别加密 都再在一步向上市 但也说过 股价在未出业绩之前 已经由低位两个六 两个七度 炒到上三个四三个半 今天更加突破了 试过三个七这些价位 短线来计算大概六七日 都升了一元左右 可能再高追 风线可能真的比较高 所以我理性少看 也就是那句 如果你说在未出业绩之前 已经持有的 或者看好业绩的时候 这一刻当然持有先 看回三个八 大概五十天线左右 但如果真的没有货 而看好未来的前景的时候 我会几件 可以先等到三个四 去到三个四才考虑入市 相对这些价位上入市 风线比较低 暂时股价上 暂时都是偏高 所以业绩之后 升近是超过半成 去到三个六毫九 Rafi建议 如果要入货 都可以的 不过先等一等 三个四就是他的货位 谢谢Rafi 这节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 电话热线204-6566 又或者送E-mail给我们 Rafi刚刚说的那几只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到吗 也没有 谢谢你休息一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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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